20万吨的矿船要进展的话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需要银行员托轮船方的密切配合 银行员算是一个比较主要的环境 进出需要8个小时左右 我叫刘苏谦 我是黄河岗银行站的一名高级银行员 从事银行工作已经20多年了 粗略估计一下 应该一共银行了大概3500多首次 远航最大的船舶是靠矿石的25万吨级的矿船 今天我们就是登这条拨海港物栋梁 把我送到京港船年峰海上 再去茅地登轮 然后把它引进来靠拨 派远航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来到港口的船舶 对港口的码头排布航道水文 它不太了解 保证通航的安全 和码头设施的安全 要需要派洋人 第二 很多外籍船舶来到我们国家港口 即使也是宣誓洋人上船 也是宣誓一种国家主权 今天我们要引领的是 隶属于中原散运集团的年峰海轮 它的船长是292米 船宽45米 这次这个航次 它共攒获了铁矿石是175,535吨 靠拨河北矿石码头的K04轴 前面就是我们马上计较登上的温船 年峰海是中原散运的 因为我们经过岩石砌爬上去 野航员之所以称为高风险职业 就是因为在登临船舶的时候 会有风浪的影响 拖轮会上下颠簸 有时候高达2米到3米 所以这时候就要求野航员 要抓找时机和拖轮配合好 手抓牢 脚蹬稳 现在和船长交接完毕 咱准备接过船舶指挥团 准备进港 好不太的啊 好不太的 20万吨级的霍轮进港 有搁浅的风险 今天要进港的年峰海轮 吃水的深度是18.38米 黄河港的自然水深从1米到19米 我们现在走的这是一条 人工输军航道 船体相当于在一条长35海里 250米宽 19米深的航道里航行 表面上看着风平浪静 海底却暗流涌动 由于航道很长 进港需要行驶5个小时左右 必须要小心驾驶 稍有不顺就会搁浅 冬梁啊 最快车向船尾方向拖 给我减速好吧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进港池了 然后渤海港部动两带船尾 全速拖给我们减速 这是另外三条拖轮 再一共需要四条拖轮 刚才那条已经渤海港部动两带到船尾了 这三条拖轮分别带在首楼 二三舱和右胯 现在准备给他们带来 拖酒带好了是吧 好的 正船尾方向烂声带力 谢谢 为了实现安全进港靠国 首先要把货船的纵向速度从十几节降到零 然后依靠四条拖轮的顶推拖拉 一点一点靠进码头 货轮横向移动 接触码头的瞬间 速度一定要控制在每秒六厘米以下 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移动时它的冲击动能巨大 如果速度控制不好造成和码头的触碰 会严重使坏码头 同时突然的大风大雾主机失控都会对航行和靠国带来巨大的风险 在野岸员的指挥之下 船舶贴上码头驳位 然后开始带烂 所有烂声受力 然后野岸员会通知船长 玩车玩舵 然后解掉拖轮 这才是真正的这些船船安全靠国完毕